我覺得現在首先艷藍是炒憧憬的 不是炒落實的 第二就是你越爆冷 其實就升得越多 譬如亂想 之前這次的貴檢 其實大家就沒有估計過 它再回到銀子成份股 但是爆冷入了的時候 其實昨天高位見過是9.44元 這樣之後就升幅收窄 有個朋友想問 他也想投資亂想的 他想中長線持有的 那個年底看有多少上網空間 聯想來說的確大家沒有想過 因為你事實上 嚴格來說它不是屬於新櫃 因為之前就出出入入 已經是幾次了 所以這次又再入圍 大家都會有一個驚喜的狀況 現時去看的時候 那個股價比較大的支持位 大約是8.2至8.4之間的位置 現在是8.9毫多來買入的時候 就未必是一個很美的位置 盡量看看有沒有機會 落到8.6或以下的時候 相對上就會比較吸引 從這個月線圖來抄考的時候 上年3月的時候高位是11.6的位置 當股價去到一些強勢的狀況的時候 可能11元附近的位置 已經偏向左力比較大一些 如果對應簡單一點 現在大概是9元的位置 去到11元的話 潛在升幅大概是2成左右 對於一個中長線投資來講 就未必真的相當吸引 所以再回調一點才入圍 會比較好一點 不過聯想的業績表現 一直以來都比市場有驚喜 在持續地公佈那個軌跡的時候 無論在收入和盈利都持續有一個創新高的狀況 可能跟它在一個個人電腦 在全球處於一個領導地位的位置 會有一個幫助在這裡 再加上現在的新冠疫情的時候 都會令到這個股份 對應電腦需求大的時候 它都會有一個受惠的狀況 所以暫時去看的時候 你可以上望著是11元 如果這樣認為是一個吸引的位置 可以預算是8.6元的位置吸引